欢迎收看台湾生态笔记 外来物种在台湾地区所造成的生态侵害 几乎在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下面的镜头呢 您将会看到一个美丽的湖泊 同时也会看到活蹦乱跳的生物 不过呢 在这个美丽之下 就隐藏着危机 再带您往更北的地方去看一看 这里是北部的一个艳色湖 青山绿水 烟雾鸟鸟 如湿如画 但是即使是这么美丽的湖泊 依然面临外来鱼种危险 供逐者过那边传来一个消息 说博士在那边钓鱼 结果供估了 那真的是一个鸟博士 钓鱼应该交给我们这些专业人士 看着我们的状态 今天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一天我们另外一组工作人员 全副武装在仕途老马的带领之下 决心下水去一探究竟 风景很美 装备也很齐全 一群人看似悠闲的悠游其中 可是 不要以为我这样很轻松 事实上我的脚已经长起来了 钓鱼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看到没有 长得这么大 现在很奇怪的信号出来 那你钓鱼不钓鱼怎么带电动玩具来这里玩 没有 这个是一台鱼探机 鱼探机 它功能是什么 它就是有一个探头 侦测的水下 有多几米的地方有鱼这样子 有这样子那么先进的科技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在湖泊很广 不知道到底哪边有鱼 所以用鱼探机来探测说 水下几米的地方 我们有鱼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在一边钓鱼一边玩任天堂 这个也可以打电动玩具啊 这本来就是电动玩具 只是多附加了一个探头这样子 借面过来这样子而已 事实上这样也是有休闲的意义 对对对 如果钓不大鱼的时候就 干脆在水面上 中鱼了 喔 喔 喔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蚵螺 大嘴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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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家的 是吗 对对 就是因为近前有人在繁殖 就是因为可能是台风圈 还是某种艺术 嘴巴 那么小的鱼怎么嘴巴那么大 对因为它这种就是大嘴黑鱼 是顾名师 它嘴巴比较大 它身体有一个侧限制黑色 所以叫大嘴黑鱼 那是劣食性的 劣食性的 对对对 果然一只同样也是外来的鱼种 大嘴黑鱼上钩了 大嘴黑鱼大可以大到 必须用两只手才抱得起来 而我们抓到的这只大嘴黑鱼 就似乎有点小儿科了 凉凉身长 果然只有八寸长 算是小型的黑鱼 可是模样看起来还真凶呢 哇 今天辛苦了 对对对 我抓这两只也是 对 你一年来抓多久 嗯 差不多是对一种地 差不多对我们的生态 应用比较大 目前市场最大的是 人家说的好色的鱼鱼 好色的鱼鱼 对 无锅鱼 无锅鱼 所以无锅鱼最影响 影响最大了 过来就是 泰国雷 泰国雷 对 泰国雷 也很大了 如果有那么多人家 哪里还会有好多的鱼鱼 因为 几乎有水的所在就好色 对对 什么是鱼鱼鱼鱼鱼 被人不当的放生 荷花池变成了放生池 从此荷花池里没有荷花 你的原方只有放水重新处理 物尽天泽之后 因为人类的介入 外来种的生物被不当的放生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外籍强势物种 让许多台湾原生种的生物逐渐的消失 因为有人破坏 于是也有人忙着富裕 这里是动物园的淡水营研究站 不管是即将濒临绝种的鱼类 还是走私没收的外来鱼种 这里通通找到 这就是我们富裕的改版豆鱼 这好像以前在西游看得到 对 看到在田边西游很多 那现在目前在野外越来越少 这是台湾白鱼 我们去年富裕成功的 困难度蛮高的 这颜色跟陈鱼 对 有一点不像 陈鱼比较白 那它们小鱼的话 身上中间会有一条黑线 这样子 那原来的生长环境在哪里? 湖泊 湖泊里面 现在这野外是越来越少 西游没有可能 西游以前也有 现在根本就没有 这是台湾青江鱼 也是台湾本土的特有品种 目前已经濒临结种了 看起来好像大肚鱼 对啊 看起来外形很像 但是仔细看 你看它眼睛有发亮 发蓝色的亮光 实在是一种很漂亮的鱼类 你都会绝种 对 会绝种 一只盖斑斗鱼的富裕 需要经过这么辛苦的历程 可是外来强势的鱼种一来 什么也没有了 像话中这种凶猛的食人鱼 被人引进来之后 一旦落地生根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看看食人鱼凶猛的模样 看看鱼谷这副骄傲的长相 看看荷花池里一朵不剩的荷花 再想想已经落地生根的无锅鱼 在台湾肆虐的后果 这些都不是物尽天责 不当的放生 反而导致原生物种的浩劫 放生放生 到底是放生还是放死呢 你要养水生宠物吗 在你养之前 你要先考虑一下 你有这个耐心吗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养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考虑一下 待会呢 要进入我们DV熊的单元 我们今天带你去看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 他所投的稿 同时详细地介入到的 绿溪龜的动态 和一只软狮 他如何地求生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